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款 可以制作路标图 或者是英文叫roll map的工具 office timeline 首先你可以选择一个模板 首先我们点击模板 然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里绘制自己需要的 你的就是工作的task 名称啊 然后时间段呢 这个我在这里写的就是task one 然后你同样的可以加入task two 模板呢 它是这个office timeline里头的一个框架 就相当于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模板 让可视化的效果有所不同 office timeline它是一个免费的工具 那么它有一些免费模板 你可以用满足日常的工作需要 同样的你也可以付款的话呢 它是有那个更高级版本 这里我就不说了 我觉得免费的就足够用了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创建了三个任务 然后都有不同的时间时间线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我就创建里程碑 一般我们叫mile stone 然后呢 里程碑的话呢 它不是一个时间段 它是一个时间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时间点 就是7月31号 同样我可以创建另外一个时间点 这个里程碑和这个任务 就是task和mile stone 两个之间 它是有形状上的区别的 有几种就是最基本的形状可以选 这里还是说到就是免费版的话 可选的会比较少一点 但是我觉得还是ok的 就是只要能区分 这个task和mile stone之间区别就可以了 那么在完成之后 我们点create 它就会自动生成你所需要的路标图 然后在右边 你点击每一个任务的话 它会有一些插件的选项 可以让你改变形状和颜色 这一些东西就是有一些功能 可能是免费版用不到的 但是我觉得也ok 如果说你有时间上的改变 比如说某一个任务 你想改变一下时间完全可以再回来 然后再更改时间 它会自动刷新 就是当你每次点击create的时候 它会自动刷新 你可以改变模板 那么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模板已经被改变了 然后它会有一些形状上的差异 但是表达的东西内容是完全一样的 这就是看个人喜好 看你喜欢哪一种模板了 这个地方呢 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是可以通过那个powerpoint里头 那个format这个选项 可以自己手动的修改每一个时间段 或者是里程碑的颜色形状都可以 因为它们都是powerpoint里头的元素 那么你手动改完了之后呢 如果你有修改模板里头的时间点呢 然后时间段呢 它的间距是会调回去的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如果大家对这个工具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或者是有哪里不懂的 可以留言给我 我会尽心解答的 这个工具只存在英文版本 所以需要中文的朋友 你可以尝试使用一下 应该难度也不大 谢谢 今天就到这里啦 我考虑这些动作 从你能够拿到 我会尽在这里 非常希望你可爱一点